大家好 这集我们继续总结 上次说到买了根英特尔OEM天线延长线 到了 而且用了一段时间 具体怎么样 这集和各位先分享一下 这是英特尔OEM的产品 外形和颜色和英特尔原厂的很像 但是没有英特尔的标志 价格只要35块 而且还包油 估计是山寨的 台式机放在桌面下 使用延长线之后 对于复制文件的速度和稳定性都有帮助 现在复制文件的速度 可以达到每秒钟50Mbps左右 40-60Mbps之间 连接速度我现在不怎么关注了 因为意义不大 我现在关注的就是 复制大文件的速度和稳定性 在这和大家分享一下 天线延长线的安装经验 有两个关键点 一个是天线的位置尽可能的高 越高信号越好 但是延长线一共才1米 所以高度很有限 比桌面上的PS4游戏机稍微高一点 为了节约空间 我的PS4是竖立在桌面上的 所以也不算太高 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天线的方向 天线是一个菱形的小扁盒子 最好让它这个面面向路由器的方向 我最开始想把它贴在墙上 用3M的双面胶贴在墙上 可是以后移动台式机会很麻烦 每次移动台式机 要把网卡后面两个天线螺丝得拧下来 所以最终我选择把它挂在麦克风的支架上 用那种带粘连的扎心袋捆绑 天线的延长线也到了 路由器2.4G和5GWiFi的连接设备也分配好了 5GWiFi的信道也避开了 再加上之前做了很多常规优化 那么现在Intel 960AC具体效果怎么样呢 得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先做了一个小测试 看看这些设备谁最能抢信号 苹果的MacBook Pro这个笔记本放在桌面上 它的信号是-46dbm 连接速度一直保持在878Mbps 很稳定 不波动 有时还能超过1G Intel 960AC放在桌面下 加上那根延长线之后 信号也可以达到-46dbm 甚至还可以到-44dbm 但是它的连接速度很不好看 300-500Mbps 而且很不稳定 首先我测试的是让MacBook Pro独享5G Wi-Fi 然后从NAS网盘复制一个30GB的大文件 可以达到每秒钟70Mbps 而且比较稳定 然后我又测试了Intel 960 让它独享5G Wi-Fi 复制同样的文件 它的复制速度是50-60Mbps 这是台式机在桌面下加延长线的方案 如果把台式机放在桌面上 Intel 9200AC 它的复制文件速度可以达到每秒70Mbps 和苹果笔记本差不多 然后我又测试了一下PS4的游戏机 因为它们的位置都是差不多的 游戏机是在桌面上 PS4游戏机它的网卡好像是富士康的 我看到路由器上有一个PS4的设备 看它的网卡好像是富士康 我用PS4下载一个100GB的游戏 叫COD战区 下载速度是每秒钟20多兆 而且速度很稳定 因为这个游戏太大了 时间很长 这时候呢 我再打开苹果MacBook Pro 从NAS网盘复制那个大文件 结果出乎我的意料 我看那台正在下载游戏的PS4 它的下载居然暂停了 数据不动了 这说明PS4这台设备很谦让 而MacBook Pro很能抢资源 如果我先让Intel 92600AC独显5GWiFi 然后从NAS网盘复制一个大文件 复制的时间长一些 这时候我再打开苹果的MacBook Pro 也从NAS网盘复制另一个大文件 你们猜结果会怎样 92600AC复制文件的速度 会从每秒钟50到60兆下降到每秒钟30兆 而MacBook Pro它的下载速度是 每秒钟40到50兆 NAS网盘它的最大读取速度 也就是780兆每秒 已经到了这块网盘最大的速度极限 也就是读取速度的极限 从抢WiFi资源角度来看 MacBook Pro是最强的 其次是92600AC PS4最谦让 这集是总结的第二集 下集是总结的最后一集 是关于这次总结的收获 我们下集再见 52600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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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